英国外交大臣柯维利下令召见中国驻英第二大官杨小光 要向中国表达严正关切的立场 到底发生什么事 光天化日直接把人拖进大使馆内狂殴 参与暴动的还有中国驻英总理事正希元 不只破坏和平示威标语 还体现最猛战狼外交直接加入食堡 积极到连帽子都不要了 尽管正希元出声制止 但显然没有真的要阻止的意思 影片已曝光 被质疑行动消极的英国警方立刻展开调查 而英国外交部除了赵剑杨小光 也发布新闻稿强调 中国驻英人员必须尊重和平示威的权利 听在中国外交部和香港特首的耳朵里 他们反倒要来替英国上一上课 希望英方切实履行责任 採取有效措施 加强对中国驻英使命馆管设和人员的保护 端出维也纳外交公约 就是要英国尊重领事人员的外交豁免权 中方人员也非常了解法律 通通呆在领事馆大门内 英国警方没有权利闯入制止 同时大门内的狂欧抗议者犯罪行为 也因为外交公约41和42条的豁免权 拿这群人完全没办法 今年以来各国纷纷驱逐俄罗斯的外交人员 根据外交公约 驻载国可以随时没有理由的 把一方的领事人员宣布为不受欢迎人物 最严重就可以直接驱逐出境 但当英国政府被问到 是否针对施暴的政事议员 祭出同样手段 英国政府以等待调查结果 暂时不考虑 这些新闻洪世凯在二人报道 反正今天阅文本相离 优优独播剧场上 忌词